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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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现一些什么目标呢? 26日晚间 福利队在客场 10比2负于江苏苏宇宁队 特谢拉最后10颗打进的第二球 更是让福利主帅斯托一颗为奇 非常失望 论见恒大 几款不能只是敲山正虎 英国安上岗敢想也敢干 福利主帅斯托一颗为奇 及其不满球员表现 福利这支球对其实特点非常鲜明 论进攻 他们20轮打进38球 这个数据仅次于帮手散强国安 上岗和恒打 这就是一个中超强队的数据 但要说到防守 福利是丢掉了43球 厂军丢球超过两球 这一数字举比垫底的贵州横峰对少三球 如此防线 想要在积分榜上攀升到靠前的位置 只怕相当困难 在这样攻守势横的情况下 福利能身处中超庞大的中游军团已是十分不易 虽然他们落到了第11名 但距离如今排名第6的北京人和的也只有两分差距 这并不是一个不能跨越的距离 也可以说思想有点强负难为五米之吹 球队的现状即是如此 福利要赢球哪分全靠风险王牌赵哈维和雷纳尔迪尼奥 一旦全场进攻效率不高 福利的后防线还真没办法保证不丢球 本场比赛的两立丢球 也都是防线自身犯错导致的 第一个球是李提相信局里的一次发规被判罚点球 这让原本就陷入客唱库站的球队士气大受打击 当然 也可以说这是苏宁持续施压最终收获的结果 苏宁派上外援中尉帕拉塔 在防守端做的密不透风 一比零主意 正符合他们的喜好 第二立丢球也许并不影响最终结果 但这立丢球清晰的显示出复利防线的漫步精心和缺乏经验 特性来在防线上轻易得到了一个平行的大空档 舒舒服服的打球提速 然后轻松破门得分 这样的丢球实在太不应该 转步镜头给到替补席上的斯帅 他一副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 把脖子上带着的 教练正一把扯下来 扔了出去 回到赛后把布会上 斯帅看上去已经恢复冷静 整个八月份球队只赢了两场球 但斯帅认为这不能怪球员不努力 在成绩逆施以方面 我们的班底就是这样 这一点也就不多说了 另外 我们也存在伤病的问题 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结果 我们现在要为保急而努力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留在中超 希望外界不要给我们太大的压力